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大家请看 制作自己的网页 换句话说 制作自己的网站 制作自己的网站的首页 就这个title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知识点其实很简单 就是咱们做一个进度小节 把咱们之前学过的知识 咱们总结一下 然后咱们做一个相样点的网页 就这么一个感觉 好 咱们看一下 参考网页的有两个 一个是BudelsTrap4的官方的文档 另外一个是自然断的 显示了一些个knowhow 推荐给您看一下 非常的有用 好 咱们先先少讯 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最近我做的视频 好像都超过五分钟 今天咱们尽量不超过 但是估计要超过 咱们看一下这个 我给您的代码 因为是做一个很 相对复杂切的网页 今天咱只做网页的一部分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网页的具体的内容 首先第一行 是说一个简体中文的HTML 然后呢 有一个头部 头部里面呢 包括一个UTF8 这个是多 多screen 多屏幕显示 这是Blue Slab样式单 没什么可说的 这是小马频道的 这个title 也没什么可说 这个地方呢 是我定义一个样式单 干什么用 先不看啊 咱们先过 先往下看 接下来是HTML的Body 然后呢 结束 在这Body里面 大家注意看 有Header 页面的头部分 页头部分 然后呢 页面主内容部分 以及页角部分 下面呢 是必要的Jara脚本部分 这是咱们网页的结构啊 今天咱们呢 重点看一下页头部分啊 咱们看 页头部分呢 我有一个DF 声明了一个类 叫做MyHeader 就这个地方 这个MyHeader干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 我MyHeader这个类里面呢 定义了一个背景 我这有一个背景图 Header啊 咱们定义一个背景 同时呢 让这个DF的宽度 背景宽度呢 等于我的MyHeader的宽度 什么意思 一会咱们运行 看效果就行啊 然后呢 这个Header.png 是个什么图片呢 我给您先看一下 就这个 我准备好一张图片 换句话说 咱们把这张图片 作为咱们网页的背景啊 一会咱们看效果 好 接下来 我打印一个H1 这是主标题 一般一个网页 尤其是首页啊 一定要有一个H1啊 说明我是什么网站 一个主标题 给这个客户看到啊 好 我的主标题呢 是小码视频 然后这个地方 我用了一看 用了一个Display3 这Display是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这个网址吧 都写着呢 一看就知道啊 它是呢 配合这个网站的显示 更加容易显示给用户 而设计的Display1到4 这么四个ID啊 这个叫Class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然后在下面呢 我定义两个A的HTML连接 分别对应了我的优酷频道 和YouTube频道啊 然后呢 这是一个链接的网址 同时呢 Target呢 是弹出打开 另外呢 这个Class Class 因为虽然它是连这个超温本链接 但是呢 我给它是一个按钮的样式啊 同时设上主色 然后呢 给上一个大按钮 YouTube这个呢 设上一个危险色 然后给上一个大按钮 这就是咱们的头部设计啊 嗯 说起来有些难理解 没关系 咱现在马上拷贝 运行实际看一下 我给您的这个代码 是个什么意思啊 以后这个样式 我就准备用到我的个人网站上去啊 我现在这两天也是在重构我的个人主页 好 咱们试试啊 这叫index.html 这次呢 咱就不用经常用的模板了 咱就直接拷贝了 因为我给您的不是代码片段 是全的模板啊 好 咱们运行一下 哎 我想想啊 咱们不这样运行了 我呀 把这那种删掉 咱们一行一行拷贝算了 比如说 嗯 我先这样运行 看一下屏幕是什么效果啊 我现在打印了一个这个背景图嘛 好 咱们试一下啊 今天是第12课 运行一下 然后呢 进行一个整形 然后看一下效果啊 大家先看 这个字体颜色选的不好啊 嗯 选了一个深色和背景色稍微有一点冲突啊 应该是白色比较好啊 咱就先这样吧 大家能看到吧 咱可以选红选什么 这是美工的工作嘛 对吧 咱先不管 那就是换句话说 你看我网页有一个主标题了嘛 对不对 这样的话 SEA Google 他们的这个 lobot 叫做什么 corrola 这个怎么翻译 就是这个 它能夺捉咱们网页的那个爬虫 它就会捕捉到咱们网页的title 接下来没完 咱们再来 显示两个按钮 一个是优酷 一个是YouTube 然后放到index里面去 咱们看一下啊 稍等 把这个打开了 从来 不好意思啊 我把template给打开了 然后整一下行 好 看一下啊 我又增加了两个按钮 是个什么效果 大家请看 两个按钮出来了 这是咱们画面的头部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点击之后呢 能够弹出 进入我的频道 没有问题啊 然后这个也是弹出 进入我的YouTube频道 也没有问题 正常的显示出来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页面的标题的部分 不是很难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我呢 就在代码呢 已经放到了刊中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然后今后呢 我就想呢 基于这个网页 咱们一点一点的 往里加内容 丰富咱们的这个 自己的个人主页 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美观 而且功能很多 而且呢 还会自己 自动化布局的 响应式的网页 请您期待 我呢会一点点的 完成这个网页 咱们一点点看吧 主要是完善 man部分和这个 footer部分啊 应该 您通过 根据我 跟我一起学习啊 能够非常 也不能说是这个精通吧 起码您对 Bloodtrap大体有一个了解啊 我有这个自信啊 好吧 那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刊中的服务器 然后呢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传到优酷和YouTube 供您下载参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